这里不是直播主的直播间 而是金山高中电子商务学程的期末成果发表教室 金山高中在110学年度开启了新学程电子商务学程 而这个学期更与社团法人社会影响力协会 规划了电子商务的实物操作课程 为学生提供实物演练的机会 而时间来到了期末 学生用实际的线上带货 卖起金山的特产要来展现所学成果 今天的发表我刚刚看了一下第一场 我觉得孩子真的跟我看第一场课的时候 真的差很多 也真的进步很多 从雀场面对镜头会害怕会紧张 到刚刚的直播的过程里面 他们可以侃侃和谈 而且可以把产品做详细的介绍 然后还用实际品尝的方式 还发出那种清脆的那种饼干的声音 让我觉得在旁边看 我觉得我也很想吃 很想要买一包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课程可以让孩子真的展现他的实力 跟老师所教导的一些课程的精髓 那这个课程也结合了我们金山老街商圈的这些商家 那也感谢商家的这些老板 愿意跟我们合作 那虽然说只是一个这样一个成果发表 那我们期待说这个课程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除了因为电子商务是当前最红的商业模式 金山高中还希望孩子们可以透过电子商务 带动地方的产业 而学生也寻找到老街以及在地的商家 先进行采访了解店家的理念以及产品特色 借此在实际的线上卖商品的过程当中 能够精准的说出特色以及必买的原因 让课程跟地方的经济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那发挥金山高中在金山地区一个教育的力量 也能够让家长相信学校可以培养出 这么多优秀的孩子 那再次感谢这些社会影响力协会的一个贵宾 还有老师 还有包括这个训练科技的这些讲师 以及我们这个帮忙做电商平台的这个直播组 我们的庄老师 以及宠爱女人 我们陈慧敏执行长 他们这些贵人的帮忙 那期待同学们可以收获满满 也能够在未来他们升高翻之后 可以将这个课程成为他们未来 要面对大学繁星或是大计算院校的一个 征选的一个学习议程档案的丰厚资料 短短一个学期的实务学习 学生们在线上卖货中分工相当仔细 有负责摄影 负责设定线上直播 负责当直播主 还有小帮手 金山高中也期待透过电子商务的学程课程 理论与食物相互结合 并且持续深化 要让学生先储备完整的电商技巧 未来能够更顺利的与业界接轨 据照片函 金山采访报道